大奶奶 您还记得那天您喝醉了说了些什么吗 我说什么 大奶奶是个非常贤惠的人 没想到还这么爽快 事出无奈 要到敏家 毕竟不同做闺女的时候 就像考状元似的 一时一刻都不敢纵结和怠慢 我总想试试 做得让人说不出口 个日子好像诚心跟我作对似的 应付了这个又来了那个 谁说不是呢 连大奶奶都这么小 那我呀就更甭提了 那咱们就还她个本来面目 该怎么着怎么着 能怎么着啊 凑合着活着 那就不错了 您说是不是 凑合 都是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上的 凭什么凑合 您对我们娘俩好 我们感恩不尽 可是 这日牵扯到敏家 我这心里啊 就像站在惊雷下面 颤得不行 用不着发颤 有我呢 大少奶奶 您就别老惦记着我了 您对小翠儿好啊 我这心里也就放心了 您总说我对小翠儿好 可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那是因为您心地善良 我们小翠儿啊 也有这个命 我这么做 并不是什么心地善良 我都是在为我自己 为您 也许在你看来 我嫁进了敏家 成了敏家的大奶奶 是一种福分 现在反过来 再对你们好 是一种失守 其实不是 我真的是在为我自己 你说得对 我家是开明 可那只是相对 大多数常人之家而言的 正像我家 有一个从海外回来的朋友 李美娟说的 不流动的水 就不可能永远是清澈的 正是这个开明的家 却没给我一个开明的选择 硬把我塞进了敏家 这样既害了你和华棠 也害了我 当我明白这些之后 我告诉自己 我要把夺来的别人的东西 尽量的还回去 把自己应有的 而又将失去的 尽量给保住 您也有难念的经 能听得出 我没有进去 这也许是万幸 不 现在的敏家 是他的当家 要不然 我也不会这么做 我这么做 也是希望他心里 能够好受一些 如果将来 小子真的为敏家 续上香火 那我也就安心了 如果这孩子 真能做到这一点 那也就对得起 您的这番苦心了 你会不会觉得 我这么做 太自私了 不 这些年 我觉得自己 都快变成这些柴草了 有时候 确实太苦了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有时候 又觉得 为了我们娘俩的 这两张嘴 干得也挺起劲的 这人哪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虽说 咱们俩这么做 也太强硬地 决定了小翠儿的命运 不过 静敏家做大小姐 也算是 给她一个 最好的归宿吧 饿了吧 不饿 走 我给你做点 城里吃不着的东西 走 我跑着都赶不上你 你忘了 走路的 赶不上推车的 推车的 赶不上挑担的 我呀 这是让担子给压的 大奶奶 傅生 你怎么来了 大掌柜的 让我接您回去 顺便带来一些东西 把这都拿进去吧 是 来 搁这儿吧 来 这都是用能上的东西 缺什么尽管说 想小翠儿了就去看他 王后 说不定我会常来看你 回大奶奶 东西都搬进来了 马喂了吗 不用了 早上起来就喂饱了 你先出去等我 我马上就出来 是 大奶奶 您要回去了 想吃我烧的菜 您就再来吧 这不是有沉不住气的 要接我回去了吗 等等 您看 这屋后面 都是我在山上砍好的 上好的柴汁 您回去了 就让人来拉 我能供上您用的 我的傻姐姐 你想想 华堂能要你这些柴吗 好歹能卖几个钱 留着垫补日子用吧 想错了就去 别那么多顾虑 您给我吧 世上最结实的 是人的感情 想抹抹不屈 想倒倒不烂 何况 是两家老人分开了你们 这个我懂 我走了 慢点 驾 驾 左眼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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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父升 今天车怎么赶得这么慢呢 回大奶奶的话 是怕走快了 颠着大奶奶 可只怕颠着我 还怕累着谁吧 是不是没让你在后厨 拨松拨算了 你就沉不住气了 不敢不敢 早料的你会亲自来接我 上车吧 姑妈都跟你说了吧 那天你跟姑妈说的 我都听见了 小翠的事我依你了 你别再不做乱想 你对我 对敏家这份心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以后你就别再做难为你 也难为我的事了 我可不是做给谁看的 这我知道 知道什么 你是真心对敏家 我说过 这对敏家太不公平 你想想 二弟和玉丘都走了 你和我又是这个样子 如果这些事 都与我们竹家无关 还情有可原 可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坦然处置 我不能